明迪聲響起要演的明黃色列車緩緩出發 月台上機滿拍照民眾要來和他說拜拜 因為今天台鐵三款柴連行自強號 開除木班車正式宣告走入歷史 台鐵三款柴型連車因為年代悠久的關係 今天正式退役了 而大家最為經典就是這一個 橢圓行動拱門以及柴油尾 那因為年代悠久的關係 所以三款的自強號的柴型列車 都是在今天熔退 未來將由EMU3000號來取代 濃濃柴油味與車廂內特殊拱門 是許多火車通勤族独有的回憶 它也是東部幹線第一款的冷氣自強號 這一次總共三種型號的柴連自強號 功成身退 它們是不鏽鋼車體故障率低 但是因為投入服務已經超過三四十年 加上速度比新型自強號慢 舒適度也比較差 退休之後 未來將以EMU3000型列車來接手運行 對我來講是很有感情的 因為滑東線還沒電氣化以前的話 我們都是搭這種車來來揮揮 有試票出來 然後剛好被我訂到 從童年的時候有被媽媽抱著 就是大家就花齡過 所以對她腦海中對她是有影響的 不只墨班車票早就被搶光 一大早樹林車站也擠滿民眾 就是要來歡送柴連型自強號 台鐵也在今天推出騰雲坐艙限定便當 一日特賣活動 總共三款信許多民眾來嘗鮮 因為平常也沒有什麼機會搭那個騰雲坐艙 所以今天就特別來買買看 台鐵也太舊換新 4月26號也進行年度大改點 總共386個列次時刻進行調整 而以最受矚目的EMU3000型來說 特試車取代了原PP自強號 增加北高直達車兩列次 只要三小時四十分鐘就能抵達 另外七度往返潮州 也增加了六個列次 如此一來台鐵預估自強號運能 可以增加百分之八點七 東西線與南回線的運能 也能有大幅改善 而台鐵首辦自由座 也在今天同步上路 六班特試車集中在第四到第九節車廂 票價是一般自強號的九五折 至目前為止 這個改點行駛的各班列車都很順利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改點 能夠進一步來提高 我們台鐵服務的一個效能 許多車班之和陰網不同 台鐵年度大改點 通勤族門可要多多留意 八大新聞 張全林博志 採訪報導 取得新機階 排功 oppos針 達著 消防津 各種改良 收到